哎 咋了 吃什么了 吃什么吃呀 你干什么呀 今天真的好热呀 太热 感觉 这怎么感觉像桃花的妹妹呀 这样这样你往前面走一点 往前面走一点 慢点慢点 停一下停一下 停一下 哎 你好 哎 怎么真的是你呀 你这要去哪里呀 不想理你 哎 怎么 为什么不想理我呀 你这要去哪里呀 回家呀 你回家怎么 走路了呀 怎么不打个车呀 我喜欢走路 吹风怎么了 那这外面说真的今天好热呀 对了 等一下可能说有个人会晒黑的 关你什么事 不管我的事 这样 我感觉我的车里面感觉呢 真的好凉快 你要不要上来坐一下呀 谁要坐你就破车呀 好 那你不坐我的车我就不勉强了啊 你等一下你小心一点啊 可能说这个路上对吧 有一些那种野兽 咬人呢 看你就像个野兽 我怎么是野兽了 是吧 这样 要不然就是对吧 坐我的车坐一下吧 好吧 等一下你姐姐对吧 也不会说我不带你 是不是 一回把你的衣服给你搞脏了 对不对 也不好呀 是不是 那勉强坐一下 你就勉强坐我的车 这样吧 我感觉呢 你还是喜欢 自然空气 还是喜欢走11路 你慢慢的走吧 我就走了 好吧 拜拜 拜拜 哎 拜拜 你给我等着 那个 我们的车没锁上了吧 锁上是吧 我感觉每一次来到桃花家里面 我都非常非常的激动 今天给他带了一些水果 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这样吧 咱们过去去看一下 他在家里面干什么 好吧 走吧 哎 桃花 你 你干什么 啊 我在算呀 你在算 我得把你等下摔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 没事 没事 我 哎呦 你怎么每一次都让叔叔担心了 是不是 你这样 你下来 下来 慢一点 慢点 别小心 别 你没事吧 没采放你吧 这样子 没事 没事 那这样 我帮你去够吧 你够几个呀 你 在一窝上来 啊 可以 可以 你看我 没事 没事 这样 够了吗 够了 这个 你这留干嘛用了呀 嗯 做饭 好 那你那你先去啊 哎 吓我一头冷看这个 桃花 那个 我吃过饭了呀 你不用去弄了呀 我再给猪弄饭 那个算是一会儿晚上弄饭水 你给猪弄饭呀 对 我的妈炒散了炒散了 我以为给我吃了呢 真的 这样吗 你过来过来 你歇一回 对吧 我给你买了西瓜 还有一些葡萄 对 过来吃 对不对 你上人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 这不是顺路买的吗 然后呢 就是想让你尝一下甜不甜 吃一下 好甜呀 转哥 甜呀 是因为我拿给你的呀 才甜呀 对不对 这样吧 我们把西瓜打开吧 把西瓜打开 要不要去洗一下 不用吧 不用去呀 你刚刚什么意思呀 为什么不带我啊 你刚刚不是说你要走路吗 啊 你们两个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刚他在路上 我要带他上车带回来他 他他不愿意坐坐坐我车 对对不对 啊 你为什么不坐他车 过来吃西瓜吧妹妹 过来吃西瓜吧 先打开 我要不然我去洗一下吧 啊 咋了 吃什么了 吃什么吃呀 你干什么呀 我吃气呀 谁叫你不带我的 东海我晒黑了 你干嘛呀妹妹 这是这阳哥给我买的西瓜 吃什么吃呀 晒黑了不知道吗 那你不上车怪谁呀 涛花你闭嘴吧你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啊 怎么了吗 到底 就因为这一点事情怎么了吗 没事吧 涛花 没事 这阳哥 收拾一下吧 哎好不容易给你买的西瓜 这又不能吃了 你干嘛呀 关你什么事呀 这是我家 我想干嘛就干嘛呀 你看你把西瓜摔成这样还怎么吃啊 你不吃就行了呀 他这样这样那头吗 这里还有铺道 还有铺道可以 还有铺道 还有铺道可以 等一下把这铺道洗了 哎怎么吃呀 干啥呀 妹妹到底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 她是不是身上没有钱了怎么 我又不知道 该怎么去 过了 没事 别难过 别难过 没事 没事 那我帮你一起搓手 好好的习惯 是不是有点自私 关你什么事 哼 不管我的事 还挺会享受的嘛 是不是 杨哥 啊 这是刚刚辣了 然后里面可以吃的 是什么吃呀 咋了嘛 都给你自己吃吧 你姐姐对吧 我给你姐姐买的 你给你姐姐一点吃 来来 就这样啊 啊 我不是你你自己吃吧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你看你把你姐姐都弃走了 你到底想把你姐姐弃成什么样子啊 啊 你在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 在外面没有钱了还是怎么样了 你给我说一下嘛 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 你看你把你姐姐弃的 关你什么事啊 你关好自己就行了 还有离我姐姐远一点 听到没有 你不要熟他嘛 那这桃花你怎么抵了给我抵一下 没什么 我我来我来我来 我还在这里呢你干嘛呀 我帮他抵一下嘛 我我来帮你啊 你放手 那你慢一点啊 怎么了嘛 怎么老是这样你看手都给我打红了 让你别碰我姐姐怎么了 我这么厉害 你也不亏呀 就像你碰到他的手再打一下 真的对你无语了真的你这个妹妹 谁打电话 喂 我都已经给你那么多了 你怎么还跟我要啊 这样子我我我怎么受着了呀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啊怎么还哭起来了我看 你别指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到底在外面遇到什么了呀 啊 别哭呀 妹妹你怎么了 这我刚刚就把他接了个电话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后他你 妹妹现在就在这里哭起来了 你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桃花我现在还不想让你知道你也少拐我 干嘛去 干嘛呀妹妹 你这这样以后 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你这样你看你把你姐姐气的 没事吧桃花别哭啊 没事 啊什么不用我管 桃花 你干嘛去桃花 桃花 你干嘛去桃花 默默对你 桃花 深切的 滚慢一点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们怎么在这里啊 桃花你快点给我签呀 我朋友都来找我了 你还在等谁呀 你在等你的救养吗 他不会来了 他是一个汪汪富裔的人 他怎么可能会来 给我闭嘴 你是谁啊 你们在这干嘛 干嘛关你闭嘴 我妈下来等着我 你们在这干什么啊 啊 江哥 我来看看你呀 我不来的话等一下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在那边露猪场 昨天回桃花你少说两句吧 为什么少说两句呀 怎么了 关你什么事啊你不是走了吗你来干嘛呀 我不来的话你是不是得逞了 啊 今天不一样了是不是 换发型了 挺厉害的嘛 是吧 你是干嘛的 我这干嘛跟你有关系吗 跟我有关系吗 对啊你问的有点多了吧 你到底来这干嘛的 给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又干嘛的 我是他朋友 我怎么没听他说过 你没听他说过 你是哪里来的 哪里来的 给你一点关系就没有 给我是没有关系 喝什么喝 我看你有点像 哪里来的妖怪吧 你才是妖怪呢 我看你就像妖怪 我看你长得比妖怪还要 暂时不给你吃好吧 我暂时不给你吃 你想怎么解决吧 啊怎么怎么解决呀 那这样桃花我们走走 不管他们 干什么 干什么 先不能走 先不能走 嗯 那那来解决一下 解决 啊 解决 怎么解决 就问他呀 我问他 兄弟 怎么解决啊 这样 来来来来过来 我不要碰你 啊不碰你不碰你 不要跟我说 来来来来 来过我们在这边聊一下 好吧 聊一下 呃这样 现在到底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还什么什么事情需要告诉你吗 不是 你看他现在妹妹对吧 我也不知道到底你们 什么关系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关系还需要告诉你吗 你感到有点 可以可以 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 为什么 他妹妹要 回来卖这个房子 啊 我感觉你还是少管那个闲事 少管那个闲事 可以 那这样吧 我们今天就聊一下吧 好吧 你是哪里的呀 跟你妹什么可聊的 啊 回来啊 你就签了吗 你看我们两个以前关系那么好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那个呀 对不对 你就签了吗 你在哄你姐姐啊 啊 是不是哄你姐姐 你闭嘴吧 哪里都有你 我闭嘴吧 这样吧 今天呢对吧 也到齐了 我没能解决一下好吧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刚问他他也不讲 啊 不需要你们俩是不是串通起来的 我想问你啊 啊 呀 你是不是来串通 对不对 没有现在不能告诉你们呀 现在不能告诉我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告诉我 妹妹他到底是谁呀 你看你小时候 我把什么什么好的都让给你了 你们为什么每次回来都这样为难我呢 就是 爷爷奶奶他们的房子 我们卖了以后他们也去哪里呀 还有我们那么多小时候的回忆那个房子里面 我不管这些 你没听到吗 啊 听到了吧 你也听到了吗 没有听到 你耳聋啊 我耳聋你怎么知道 我从小就耳聋你不会跟我一样吧 可以可以兄弟我不给你俩在这里讲那些没有道理的话好吧 是不是 现在 我也不想讲太多了知道吧 你带你朋友来了对吧 既然带朋友来就是客人是不是 怎么了 奶奶打电话了 你接一下 喂 奶奶 没事呢我们最近家里没事跟 妹妹也回来了 喂 他最近在跟我一起分带家务呢 分带家务 对 没有没有他 挺听话的他一直在盖家务在家里面 你问爷爷奶奶的 身体怎么样了 爷爷怎么样了 好多没有呀 啊 啊 家里面不用担心 嗯 啊 那后面有空了我们 妹妹我们两个就下来 然后看一下爷爷 嗯 好的 啊 没事吧 没事吧 你听到了吗 啊 你姐姐还在那夸你 啊 你搞得给保镖要在那 你就闭嘴吧 可以闭嘴 今天呢 我也不给你们扯了 好吧 刚刚呢你也听到了是不是 你奶奶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关心你 都不知道家里发生这些事情 是不是 闭嘴吧你闭嘴吧还是 呦 呦 我闭嘴 那你们俩也闭嘴吧好吧 今天这样 我们先走不给你扯好吧 走我们先走不理他们 走 你们好之为之好吧 妹妹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少管我走不理他不理他不管他 阿华 你就天天贴他的吗 你天天跟着他吗 不用你管 什么时候你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就可以 好吧 你就这样让他堵牢吗 不管他们走 不要让他走他是我钱呀 走 不管 我先走了 不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